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,今天是2022年7月1日 昨天脸书老板马克·扎克伯格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,要减少30%的新员工招聘 对目前的员工会增加考核力度 之前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停止招聘 软件工程师的冬天已经来到了 那么对于普通程序员来说,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呢? 作为一个有着16年工作经验的资深程序员 我今天看见了一个神人 原来他利用新冠在家工作的政策 同时做了5份程序员的工作 4份是在财富500强公司 如果满一年的话,他的收入将达到120万美元 目前他已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,买了第二套房子 并且有足够的钱把两套房子都翻新 这个人被很多新闻媒体报道 因为他经验很足,所谓很多程序员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 所以说很多人害怕裁员,但是他不怕 因为有别的保底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Plan B,没有备选方案 那就只能全力以赴在一份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你介不介意你的女朋友谈我很多对象 不介意 为什么呢 二手车这么多 只要不出事故 我都行 我都行 我愛你,我愛你,我愛你